她是东北最嚣张的女毒枭 人颂外号五毒教母 但她却自称是长春五则天 她以贩养息贩毒活动 涉及了整个东北天津武汉等多地 为此她不惜将自己亲生女儿拉下水 更是包养了数十名精壮小伙 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 而这所有的一切 全都出自这位名叫王庆文的 54岁中年妇女身上 那么这个女人究竟有多嚣张 还有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呢 1956年 王庆文出生于吉林长春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 其父母都是典型的农民 平时靠种地赚来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 在当时那个年代 家家户户的孩子都非常多 王庆文家同样如此 上面有两个哥哥的他 没有被送去读书 反而是整天在家做家务 对此王庆文却从来没有抱怨过 某次 王庆文和村里的小伙伴 一同去山上砍柴 但他却意外从高处摔了下来 这一摔导致王庆文的腿不能动弹 最后还是被同村的伙伴背回了家 到了家后 王庆文的父母对其受伤并没有多重视 简单的处理后 被让其躺在床上养着 也正因为父母的疏忽 导致王庆文此后落下了病根 每逢阴天下雨 腿就疼得下不了床 平时也干不了重火 看到王庆文变成了这样 其父母非常着急 毕竟自己女儿还没有成家 如今又落下了残疾 有谁会娶这样一个媳妇呢 但此后可能是上天的怜悯 王庆文真的遇到了一位不嫌弃他的人 并且他们俩很快结了婚 婚后这对小夫妻的生活虽然清平 但两人的感情十分甜蜜 丈夫每天努力工作赚钱养家 王庆文则在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此后王庆文生下了一名女婴 取名孙家月 然而幸福的生活却即将消散 女儿18岁那年 王庆文的丈夫因病不幸离世 生活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为了维持家里的正常开销 王庆文不得不外出找工作 但拖着一条受伤的腿 许多佣人单位都拒绝了他 最后他只能干一些保洁的工作 然而正当王庆文忙着赚钱的时候 女儿的性格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自从父亲离世后 孙家月便没有了读书的心思 他整天和学校的小混混待在一起 时常翘课外出上网 最终孙家月也被学校开除 对此母女俩大吵一架 但孙家月却跟没事人一样 不仅没有听母亲的话 反而沉浸在网络里无法自拔 在此期间 孙家月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姓王的男孩 对方经常话言巧语地哄骗孙家月 没有社会经验的孙家月便决定到武汉 与小王私下见面 一开始王庆文不断阻止女儿去武汉 但孙家月就像着了魔一样 非要和对方在一起 最终王庆文只能顺着女儿的意思 让其去了武汉 然而命运往往就是在不经意之间改变的 孙家月的这位网友 正是导致母女俩走上犯罪道路的引线 她是东北的武毒教母 自封长春武则天 她通过以犯养毒的方式 垄断了整个东北的贩毒市场 为了自己的贩毒活动 她不惜将女儿拉下水 身边更是包养了十几位精壮小伙 那么她究竟是谁 又为何如此嚣张 在女儿远走武汉后 一个人在东北的王庆文 时常感到孤单寂寞 她经常和女儿视频聊天 但死后的时间长了 王庆文觉察到女儿的不对劲 一开始王庆文发觉 女儿越来越轻瘦 她追问孙家月 是不是在武汉吃得不好 但每次问到这个问题 孙家月都会含糊其次地敷衍了事 然而在死后的一次聊天中 王庆文意外发现了 女儿脸上的淤青 她便意识到了情况不对 此后在她的逼问下 孙家月才交代了 是男友打的 得知事情后 王庆文再也坐不住了 她随即买票抵达了武汉 见到女儿后 王庆文仿佛见到了陌生人 孙家月已经骨瘦如柴 并且精神十分恍惚 而导致孙家月 变成这个样子的原因 正是因为她染上了毒品 原来孙家月在网上认识的小王 是个不折不扣的瘾君子 她早就因非法吃毒 蹲过监狱 但出狱后的她死性不改 换了个地方 继续干着不干净的影声 在刚刚和孙家月住在一起时 小王对她还挺上心的 但没过多久 便彻底变了个样 她开始彻夜不归 每次回来都是喝得醉醺醺 时常动手打骂孙家月 长时间受到这样的折磨 孙家月也开始自暴自弃 于是小王便趁机 让其染上了毒品 看到女儿如此堕落 王庆文随即决定将她带回老家 此后回到吉林 王庆文辞掉了工作 希望能帮助女儿戒掉毒瘾 但没有了任何的收入 再加上王庆文的腿本来就不好 只让母女俩的生活更加难以维持 此后王庆文开始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借钱 但每一次都被无情地拒之门外 压根就没人在乎他们的死活 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下 王庆文开始逃避现实 他用仅剩的一些钱购买了毒品 跟着女儿一同稀释了起来 也正是从这开始 王庆文堕入了深渊 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在初次稀释毒品的过程中 王庆文也做过自我挣扎 他希望能控制住自己的毒瘾 也为此尝试了各种办法 但这岂是说戒就戒的 往后他的毒瘾越来越大 他不惜变卖家当来换取毒品 而当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王庆文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 更加可怕的想法 那就是贩毒 这样不仅能够获取收入来源 又不用控制毒瘾 至此 王庆文的贩毒生涯正式开始 他是东北最嚣张的赌贩 人称五毒教母 五十多岁的他 身边竟围绕着数十名精壮小伙 为了自己的贩毒活动 他不惜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拉下水 那么他究竟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呢 有了贩毒的想法后 王庆文说干就干 他先是从女儿那里 要来了小王的联系方式 并从他那里进货 在最初的贩毒活动中 王庆文非常谨慎 因为他知道自己 干的是违法乱纪的事 每次拿货 王庆文都会亲自去 从来不让他人去接货 以免走漏风生 除此之外 王庆文在当地租了多间房子 每次进来的货 都会让女儿分成多份 藏匿在不同的落脚点 当外人来买货时 王庆文也不会露面 他通常会让自己的女儿 或者其他信任的人去交易 并且不管是谁来买货 王庆文都不会多卖 为的就是 以防被警察查到 就这样 王庆文偷偷摸摸干了一年 短短一年 也让他赚到了不少钱 而赚到钱的王庆文 也开始寻求其他刺激 已经50多岁的他 身边居然围绕着 数十名年轻小伙 其中他最宠爱的 便是一位23岁的男孩 那么如此风华正茂的年纪 这名小伙 为何会围在 王庆文身边呢 原来 这名小伙从小就非常叛逆 无意间染上了毒品 但没有经济来源的他 根本无法支持他的毒瘾 于是王庆文 便包养了他 平日里 他不仅能从 王庆文那里 得到免费的毒品 而且 还能得到零花钱 但唯一的要求 就是服务好王庆文 此后 随着王庆文的贩毒活动 越来越猖獗 他的名声 在当地也越来越大 引起贩卖的毒品 多种多样 王庆文 也被一些瘾君子 称为五毒教母 但随着名声越来越大 麻烦也越来越多 在多次的交易中 王庆文 都差点被抓 不过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历 让王庆文意识到 必须发展一些 自己的势力 只有这样 才能继续展开交易 此后 王庆文到处招揽 社会上的闲散人员 充当自己的打手 并逐渐发展成为 黑恶势力 2010年 王庆文的贩毒活动 已遍布东北 天津 武汉等多地 然而 这样一位 罪恶滔天的女毒贩 势必会受到惩罚 2009年 长春警方便注意到了 王庆文的贩毒活动 此后 经过五个月的调查 掌握到了王庆文 要去武汉 贩卖毒品的消息 2010年4月10号 王庆文和自己的一位小男友 乘坐飞机 到武汉 购买毒品 最后 又乘坐大巴 返回长春 抵达长春后 孙家月驾车 将其送到了某个落脚点 此后 三人将毒品分成三份 各自带着其中一份 前往不同的交易点 4月10日上午10点 一名男子到交易点 购买毒品 警方抓住机会 顺势冲进了房间 当场抓获了 正在吸毒的王庆文 此后 随着警方 对多个落脚点的突击抓捕 共搅和了冰毒片 4000多片 冰毒200多克 涉案车辆两台 毒资26万元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王庆文的一生 无疑是罪恶的一生 他不仅危害了自己 更是危害了他人 他的所作所为 势必将受到 法律的严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